崔勇一元在抱冯小刚夫妻感情有点乱,学藩拿小刚没招儿。 中国央视前名嘴崔勇一元近日怒对手机主创人员、手机导演冯小刚的妻子学藩也被牵扯了进去,崔勇一元近日在受访时就表示了学藩和冯小刚的家事乱得很。 综合媒体6月11日消息,崔勇一元表示,一直以来两人都以一种模范夫妻的方式露面。 其实冯小刚和学藩两个人都很乱,学藩拿冯小刚没招儿,两人各玩各的。 冯小刚曾经有过一次婚姻,前妻张帝是一名护士,两人育有一个女儿,之后拍摄电影《大撒把持》看上了学藩,当时学藩的对象本来是王志文的,但是两人因为闹矛盾刚刚分手,于是两人暗地里联络了起来,谈了9年后,冯小刚和前妻离婚,然后迎娶学藩。 据悉,冯小刚早年就曾和主持人沈兴传出过绯闻,还闹出过夜宿门事件,当时报道称,学藩和冯小刚闹矛盾,然后冯小刚出轨,后来还是学藩服了软,才劝挥了冯小刚。 金星曾在节目中问过学藩,著名演员学藩和冯小刚老婆,更希望成为哪个角色。学藩毫不由于地选了冯小刚老婆,后来冯小刚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,选择学藩当我媳妇,是非常正确的选择。 学藩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时,被问到假设冯小刚刚出轨怎么办,学藩还说过另一段更意味深长的话,有一个算一个倒在我们家枪底下,我不吃亏。 我们家人是男的,他占便宜就是我们全家占便宜。